娱乐圈的甜妹不少,前有唐嫣,唐一新,现有赵露斯里兰迪,田希薇等,因为长相清纯甜美,笑也如花,让人一见就心情愉悦,所以甜美有一种天然的优势,就是很有观众缘。 田希薇就因为长得甜,即使在影视方面没有什么代表作,仍有很多路人粉,安丽她的声音也有很多,而在IP偷偷藏不住影视话以来,就有很多人推荐田希薇出演女主丧志, 觉得她的形象和小说里的女主很贴,都是小脸大眼睛还有黎窝,性格也乖张,书粉心中的丧志就是她这个样子,之前也有人溜过她。 我们先来简单科普一下田希薇,1997年出生,今年25岁,2018年出道,因为外表甜美被誉为是九五心境甜美小花,迄今为止参演了九部作品,其中我的真朋友和锦绣男哥相对有名气, 但近日有人爆料偷偷藏不住的男女主是赵露丝和陈哲远,田希薇也被刷到了文娱热搜第一的位置,关键字条是偷偷藏不住, 大量通稿宣传说田希薇呼声太高,是明选丧志本人,网友都觉得她比赵露丝更适合演丧志,对于网站的阵容不太满意, 但从流量抗拒知名度来说,剧组选择赵露丝确实是更好的选择,赵露丝这几年演的作品都很火,田希薇暂时还没有比较出圈, 广为人质的作品和角色,营销倒是挺多的,还有人觉得赵露丝年纪比较大,偷偷藏不住中女主出场的时候还未成年, 但可能大家是忘了,赵露丝出道比较早,98年的她比田希薇还小了一岁,女主在原著里也是96年的, 偷偷藏不住这个IP在网上特别火,女主桑志13岁就暗恋男主段嘉许, 男主是她哥哥的朋友,两人年龄相差了7岁,但为了过审被案里把剧情改成了, 女主是在高中时期认识的男主,上了大学后她才和段嘉许重逢,谈起了恋爱, 剧情很甜,赵露丝的外形演高中生也毫无违和感,而且她还没有演过校园剧, 赵露丝和陈哲远的外形也很般配,陈哲远比她大了两岁长相很有少年感, 穿上校服就是妥妥的校园男神,就是兄妹感不是很强, 男主段嘉许的人设也很好,哪怕经历了很多事情被欺压辱骂, 遭受许多不公,但仍然笑着面对生活,性格也很温柔腹黑, 和女主相处时又特别会撩,难怪女主会行动, 段嘉许也是舒粉心中的人间理想,陈哲远也很适合演艺一位, 这样带着故事的男同学,而偷偷藏不住备案显示将于下个月开机, 赵露丝和陈哲远的档戏也刚好合适, 赵露丝主演的电视剧《后浪》前两天刚杀青, 而陈哲远主演的《仙剑4》也预计于这两天杀青,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,偷偷藏不住的男女主就是他俩了, 赵露丝和田熙薇走的都是甜美路线, 而且都扎对于网剧是一场演女主,本来就具有竞争关系, 但田熙薇的性格可不像外表这么甜, 她性格很刚,说话直闯又带刺,拍照喜欢瞪着眼睛, 给人的营业感太重,有点甜而太过自知, 加上之前因为和李兰迪争新洛宁成堂而闹得沸沸扬扬, 当时传李兰迪要出演新洛宁成堂, 不多久却被爆出女主被田熙薇截胡了, 不少人怀疑田熙薇是在炒作, 田熙薇直接回应,没人吸得炒这种热度, 为了证明自己,田熙薇还是爱出聊天记录, 称自己是临时接到通知去试戏而已, 不过后来新洛宁成堂李兰迪带庄陆透流出来, 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, 但这件事对她的风评影响还是很大, 所以这次偷偷藏不住闹出这事, 也有部分观众对她的观感很不好, 让赵露丝也挺尴尬的。 而田熙薇虽然错过了新洛宁成堂, 后来接了新版上错花脚架对狼, 而新洛宁成堂又有仙侠版上错花脚架对狼之称, 这就有点微妙了, 但是经过于李兰迪的这次闹剧, 证实了她甜妹的外表下有一颗女王般霸气的个性, 当然啦, 她这个个性也是双刃剑, 喜欢的人会觉得她是女王, 不喜欢的人会觉得她没素质, 脾气差, 其实这也不是田熙薇第一次在社交平台对网友了, 田熙薇是肖战的粉丝, 说起来两人还是重庆老乡, 2019年陈情令播出时, 田熙薇真情实感的追剧, 还在微博上转发了相关内容, 微微无限掉眼泪, 去年二期事件期间, 田熙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, 但她在那个敏感时期发长文怒对网友的事, 也被扒出来, 她这番话就是为肖战说话, 维护肖战, 而且田熙薇不仅喜欢肖战, 她似乎还是肖战与王一博的CP粉, 她的某社交账号ID是1005800599, 1005是肖战的生日, 8005是王一博的生日, 99谐音是99, 另外, 她的微信头像是杰尼龟, 而龟恰恰就是伯军一笑CP粉的自称, 另外, 田熙薇现在有一款随身携带的电风扇, 这款小电风扇, 肖战和王一博早就在2018年拍陈情令的时候就有了, 肖战一直用到现在, 所以这是粉丝跟着偶像用同款, 其实明星追星也好, 科CP也好都很正常, 之前行费的log里也被网友发现, 她的手机屏幕是伯军一笑的壁纸, 只是像田熙薇这样为偶像怒而发声的演员还是比较少见的, 其实田熙薇的霸气真性情也遭到网友的一些巴皮, 有人爆料田熙薇曾是校园霸凌的施暴者, 还经常在学校打架吵闹, 是学校的风云人物, 但相关的言论田熙薇本人和相识的人都有过澄清, 除此之外田熙薇本人也没有所谓的黑料, 不过也正好是田熙薇和李兰迪的女主之争, 让更多人发现原来九五花里还有这样一位甜妹, 外形和风格都与赵露丝有些壮行, 也间接导致了赵露丝和田熙薇这次的选角风波, 但总的来说赵露丝已经成为九五后小花里的佼佼者, 反观田熙薇在知名度作品方面还差了赵露丝一大截, 广有路人员没用, 在娱乐圈还是要靠作品和流量说话, 比起他小二还是更期待赵露丝演起校园剧会是什么样子, 最后不是炒作还是真网友谊难评, 一切结果都应以偷偷藏不住剧方宣布为主, 而不是仅凭网传人选名单去伤害任何人, 虽然田熙薇这次的走红并不算正面舆论, 但名气上来了希望资源也能跟上, 演技不要掉队, 说不定九五花里还真能有他的一席之地。